各位網友大家好,這一部分跟大家講講,中國男子足球隊0比7輸給日本,激起了全民的聲討 好,最近在日本,我們中國足球隊去作客,是這個所謂世界杯十八強儀賽當中的第一場,結果出師不利,一開始這一場就輸了給日本0比7,這個是中國參加世界杯儀賽有史以來, 最大的恥辱性的失敗,結果引起了全國人民,球迷的口誅不伐,其實裡面來說,在當時的中國,由於我們面臨著民企倒閉潮,外資撤離潮,投資萎縮潮, 出入口下降潮,消費不足潮,債務爆雷潮,房地產破產潮,政府財稅失血潮等等,這樣的困擾,失業的情況裡面空前的嚴重, 大批民眾反貧,在這種情況下來說,本身這個港大的民眾已經是一套火,這個怨氣沖天,但是,在內地,你不可以對共產黨的領導,社會主義制度,馬列主義, 毛特東思想那些,提出任何的質疑,否則的話,就分分鐘就會觸犯,這個國家安全法,分分鐘就會犯下,所謂,陰謀煽動顛覆,國家政權這些罪行, 所以,他們就不敢去批評,他們日常裡面那些不滿的原因,但是好了,今次足球隊,0比7輸給日本,一下子平時已經充斥了,極端的民族主義,狹藍的外國主義,低智商的民粹主義, 二和團式的民族主義,那些人,那些人,固然之是,那些小粉紅,固然之是怒火爆發,還有,對現實不滿的人裡面,也都覺得,去罵這個男子足球隊裡面, 他覺得是最安全的,所以,就將他們心中的不滿,就盡情去發洩,對這個來講,中國足球隊裡面,這樣不爭氣,這樣造成的國恥, 所以,這樣去呢,就是當前,這個國家足球隊裡面,在日本去輸0比7,會造成舉國的震怒,是吧,這個輿論的圍攻呢,有著一個深刻的背景,其實就是, 很多對現實不滿的人裡面,就借題發揮,來出一口氣,其實就是這樣回事,但是,如果我們是去深究下去的話, 為什麼中國足球隊的表現這麼差呢,你只是看中國足球協會,那幫這樣的官員,原來那些中國足球協會長, 中國足球協會長,主席,副主席,那些那些,整批批就被行賄,受賄,貪污,挪用, 這個腐敗,就逐所去坐牢,包括原來中國足球隊的主教練李鐵等等,全部都是去貪污,受賄, 那你就知道,這樣腐敗的領導層,這個中國足協,你怎樣去帶得好,這個,表現良好,作風優良, 戰績優義的,這樣的一支足球隊,沒有可能的事,何況,我看過一個,就是,那個內部結構,原來中國足球協會, 這個只不過是屬於政廳級的單位,竟然間裡面有住什麼呢,這個政處級,副處級, 政科級,副科級,這些所謂的領導幹部,竟然間裡面有超過一千人, 好了,一千個,副科,政科,副處級,政處級,這個來講,副局級,局級,這樣的領導群, 來指導這11個足球員,那我問你,那個效果是不是特別是滑稽可笑呢, 世界的足球強國,無論是巴西也好,阿根廷也好,德國也好,西班牙也好,意大利也好, 有哪些國家,像我們搞一個這樣的,架構重疊,和官員這麼臉腫的, 所謂的足球協會,沒有的,所以這個就是一個體制問題, 我們所謂的舉國體制,有它一個致命的弱點,就是它整個領導的層級, 各級的官員,它不是由我們的公民透過選票,來民主選舉產生各級的官吏, 而是至上以下的任命,生自生而閃,不閃也不閃,就是這樣的荒謬的局面, 所以造成了,無論是中國足協也好,或者是政府其他的部門也好, 所以,所有官員,他們心目當中,所謂為人民服務,是虛的,看上級的眼色行事,才是實的, 因為他們的權力來源,不是真的來自人民,不是真的來自選民, 他們的權力是來自他們的上級委任,所以他們就是看來頭,看風頭,看勢頭, 完全就是,只是對上級負責,然後就投其所好,這個門上欺下, 在這樣的情況下,他們作為一個局長也好,處長也好,科長也好, 他們不是說向人民負責,不是說向他們所負責的那項工作的效果負責, 但是,他們最重要就是,怎樣去討好上級,到時候來講, 就是說,這種體制就造成了,人才的逆向淘汰,因為如果你不去拍馬屁的話, 你不去擦鞋的話,你不去送禮,行賄,討好上級的話,到頭來,你就是被淘汰的一個, 相反,在這個過程當中,能夠被一級一級的提拔上去, 很多本身,他就不是一個優秀的人才,而是懂得玩弄那個權術, 懂得怎樣討好上級,怎樣用盡辦法來講,去行賄,得到上面的歡心, 所以就造成了逆向淘汰,所以歷來能夠是秉公辦事,這個實事求是, 講真話的人就沒有好下場,你比如1959年的廬山會議,彭德懷對於人民公社, 大躍進,總路線,所謂三面紅旗,造成的那些, 共產風,一平二調風,強迫命令風,浮誇風,共產風這些事情, 提出了這個批評,而且這種批評是有事實為根據的, 這時候也好,這個蔓延書竟然被毛澤東認為是反黨的綱領, 將彭德懷,黃克成,張文天,周小舟這些,打成彭王漿州, 又談機會主義反黨集團,設職罷官,再早的1957年來講, 這時候呢,向黨提議見,幫助共產黨整風,因此裡面來講, 是能夠是,知無不言,言無不盡的,那些,社會上面的那些, 民主人士,知識分子那些,又是被引射,出動聚如簽知的, 所謂揚謀,一網打盡,打成這個右派分子,反而令到社會上, 講真話的人,這個沒有好下場,1959年廬山會議,令到黨內講真話的人, 就沒有好下場,所以,到頭來來講,到了文化大革命就流行, 不講假話,就扮不成大事,就成為了官場的信條,和他們人生的格言, 在這種假大空乘風的情況下,有誰注入足球的戰略,戰術, 他的技術,他的足球意識提高呢,怎樣去培養真正有足球天分的那些優秀運動員呢, 又是將官場那套東西,行賄受賄那套東西搬來,根據內部的爆料, 為什麼原來中國主教,李鐵那些會整批淪陷呢,原來他們, 他們,誰可以入國家足球隊,入選這個的話,也都要給錢,送禮,明碼實價, 甚至是誰想上場的,不做後備,有得上場的,也都要根據上級, 給一個銀行級的號碼,打錢下去,你打多少錢,就上多少場,是腐敗到這樣的地步, 所以,今次中國足球隊裡面,0比7輸給日本,這個不是一個單純的足球比賽的問題, 而是一個體制的問題,就說當權力缺乏制衡,缺乏監督,缺乏制衡的時候, 就認了這個政治學裡面的一個定理,權力產生腐敗,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, 所以,中國足球隊慘敗,0比7輸給日本,就是這個,在一個權力缺乏制衡, 我們中國只是搞了局部的經濟體制改革,而沒有搞政治體制改革,沒有了權力關到制度的籠子裡面, 所產生的政治的腐敗,經濟的腐敗,軍隊的腐敗,教育的腐敗,工程的腐敗,醫療的腐敗,等等當中的體育腐敗, 我們管中規炮,可見一班,所以根本的問題就是正如前總理溫家寶所說的,如果只是搞經濟體制改革,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, 那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,類似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悲劇也會重現, 所以警鐘場明,我們由中國足球隊,兵敗日本,慘輸0比7,這一幕裏面,我們所想起的就是, 溫家寶前總理的警鐘場明,多謝各位。